今天的题目是断事实 禅修之前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可以做一些暖身的运动 伸展一下自己的身体 可以用几次深呼吸 来帮助内在的器械循环 帮助自己把觉知带到触感 带到身体 带到当下的活动 你已经确知 糊里糊涂的忙碌 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事情 是一个发害身心的问题 所以当你在开始禅修的时候 你有心要做深度的休息 做深度的休息 并不是要强制的压制自己 强制自己去达到某一个武断的 特殊的放松的阶段 你是用一种和缓的方式 慢慢的引导自己 你可以好比说 帮助自己去享受 没有事情悠闲 他所带来的疏压的感觉 你可以去享受 那个在内在 无时不刻 都存在的安宁 安静 没有任何的声音干扰 的那种宁静 像这样的这个背景呢 它是在一切的声音的底层 当你开始愿意深度地休息 去享受 去辨识 这个把忙碌逐渐地放下来 把焦虑放下来 把那个急急隐隐 不断地追逐 这样的冲动感放下来 你就更能够体会 什么叫做可爱 什么叫贪 什么是那个无时不刻 不断地在烧制着你的身体 在让你奔腾挣扎的那股力量 整个过程 没有要强制自己去达到 某一种你认为理想的特殊的境界 但是你可以向往 你可以向往那个 更深度地休息 你可以对于 糊里糊涂的忙碌 对于焦虑 这种用力的方式有厌礼 你可以的要把 那样的活动方式搁置下来 今天讲的主题跟食物有关联 熟悉佛教的术语的人都晓得 佛陀讲说有四种食物 所谓的粗团食又叫断食 有所谓的粗食 有所谓的意思食 最后有一个所谓的事实 意识的事 它这食物的意思呢 就是 我们的注意力 它 汲取 愉悦感 的方式 注意力 它是被 可爱所推避着 它不断在寻觅对象 它寻觅对象的方法不是 无伦吞扫的 不是漫无目的的 它特别寻觅那些 能够提供给它 愉悦感的 能够提供给它恰当的娱乐的 其中的这种娱乐的对象就是意识 听起来很玄 听起来很抽象 什么叫做以意识作为自己的愉悦的对象 娱乐的对象 我们先用以下的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 我小的时候 经常在老人院做志工 帮忙老人家 很多这些老人家 面对的最大的问题 除了是身体的健康方面的问题上 再来就是 精神上面的寂寞感 东盘西盘的 可能一个月两个月 自己的家人有机会抽空来探望自己 甚至遇到我这样的一个陌生人的小孩子 跟他们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孩子 如果愿意 坐在他们的身边 听他们说话 他们很快活 那画家子只要一打开来 他们讲的话题 差不多就是他生平的故事 他一生的遭遇 当你接近的老人多了 你听多了他们的人生的故事 你会开始发现到 差不多每一个凡俗的人 都沉浸在他自己的小说的内容 沉浸在他自己的故事情节里面 在他心目中 自己的人生 自己的经历 是如此的特殊 是那么样的不同方向 是那么样的精彩 动听 所以他如果讲出来的话 这个听众一定会像他个人 像他本人一样 那么的爱听 觉得这个内容是 这么样的引人入胜 但差不多 这些故事 听多了他有千篇一律的 当事者沉浸在其中 觉得这个是 如此动人心弦的连续剧 他内容是这么样的丰富 他的经历是这么样的特殊 旁边的人听起他的故事来就 可能不是那么样的入戏 你的经历 你的人生 还是没有我的人生精彩的 原因就在于说 你对于你自己个人的 所谓的人生经验 你的阅历 你的生命的故事 是最着迷的 全世界对于这个故事最着迷的 那就是你 你自己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 当这些老人家 他在述说着自己的人生的经历 人生的故事 回想起过去的成就 回想起自己过去的那些 不管是得意的 或受到打击的 陶醉在记忆当中 这些是他脑海中 收集了的东西 他简直发现到他 就算在没有跟你讲故事的时候 当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他也不自觉的 不断的去重复 去经历着那些记忆 时不时的把那个小说 那些 章回 再翻过来 重新读一遍 尽管这本小说 你已经读过很多次 每一次读到了 这几个章回 你就觉得特别的惊心 动魄 你就觉得特别的得意 你就觉得特别的难过 伤心 自爱自怜 等等的 为什么讲这样的一个例子 基本上 我叫他对于意识的了解 什么叫做意识 我们可以从 时间跟空间 这两个角度来 解释 什么叫意识 意识的作用是什么 意识基本上 他提供了一个 整理我们经验的框架 他可以从空间的角度来整理 他可以从 时间的角度来整理 从时间的角度整理呢 那就是 我 曾经从那里来 现在将要去到那里去 那是我过去所经历的 然后我所经历的事情呢 我会把它收集起来 我会把它储存在我的记忆库里面 这个都是我的一个部分 它代表了的 我的成就 我的过失 我的功德 我的罪过 这是我的过去 然后在另外一方面 他对于未来 我将要去到那里 我将会遭遇到什么事情 当你认同 于意识的功能的时候 你对于这个意识 他所玩的这种把戏 也就是说 他选择性的 收集了 好一个部分的影像跟感觉 他把它认定为 这是过去 他编织想象出 一个部分的影像跟感觉 他说这个叫未来 那个是我害怕会发生的 那是我很期盼要发生的 这就是意识 他所玩的 时间的把戏 我们刚才提到 意识 他还提供了空间上面的框架 什么叫空间的框架 我在这儿 你在那儿 我是这个 环境是那个 佛经里面讲到意识的时候 讲到眼耳鼻舌身意 有所谓的六根 相对应于这六根的 有色身相味触法 也就是说眼睛所 看到的 耳朵所听到的 鼻子所嗅到的 舌头所尝到的 身体所 触碰到的 内心所感知到的 这些所谓的感官的经验的呈现 意识呢 它并不是 单纯的指导而已 它是在这个单纯的指导里面提供了一个空间的框架 也就是说 这里有一个能看的 那里是一个被我所看到的 这是一个我 在我之外 就是环境 就是世界 这个环境跟世界 它 不断地有事情 会 施加在我上面 我也不断地可以对这个环境 施加我的 影响力 我的所作所为 这里面有一个互动 我在这个环境当中 我在流浪着 去经历到这个世界 能够提供给我的不同种的东西 收集着经验 收集着记忆 收集着快乐 这是在空间上面 就是有这里 有那里 有一个能 有一个锁 它是一个对立的状态 它是一个把经验 割结出 一个能看的 跟被看的 一个在发动动作的主题 跟一个 能够跟你互动的环境 像是 特别设计出来的电脑游戏一样 你有一个玩家 你有一个玩家 他能够 去拨弄 能够去调整 能够去控制的 被他所影响的环境 他在这个环境里面 能够施展所能 他在这个环境里面 收集 他所要的愉悦 他的食物 所以我们若从 这两个角度来看意识 时间上 空间上 时间上面 佛经好 一个部分 讲到 轮转 在轮回当中 神事 它是怎么样的 轮转于 不同的境界当中 这个神事 到底是什么 你可以说 它是一个 不断的 在跟记忆 跟在对未来的期盼 产生互动的注意力 这些注意力 它不是 漫无目标的 发射 它是在 不断的 在 回忆起 在回想起 在回味起 某一些所谓的过去 在这个基础上面 它不断的去推迟 去期盼 所谓的未来 一般的凡夫 他在这种框架里面 他是浑浑噩噩的 因为他所有的注意力 都是放在 我要这个 我不要那个 我怕这个 我爱那个 他完全的沉迷在 所谓的过去的内容 所谓的未来的内容 所谓的当下的内容 他看不到说 这是一种框架 这个框架 他是透过活动 他是透过一些夜席 断在重复的活动 所组成的 像是一个洪流 像是一个河流 这样的一个态势 所以他沉迷在其中 他非常的入戏 佛陀他所教的 断除执着的方法 从很粗的 讲到非常细腻的 他讲这个事实 特别是讲给那些 心思整命的人 我这辈子有新阅读过 很多的宗教的作品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像佛陀这样子 能够把执着的层次 讲到那么样的细致的 讲到我们对于 意识的框架的着迷 我们对于这个意识框架的着迷 它所产生出来的 一连串的困扰压力感 它包括了什么呢 因为你着迷于意识 因为你盲目的相信 意识这个框架 所以你不断在寻觅着 什么叫做其实点 什么叫终点 大概世间大部分的宗教 最关心的问题就是 宇宙是怎么开始的 我是从哪里来的 但是这些宗教 他不晓得 这些人 凡夫 他们不晓得的是 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已经是在被 意识的框架所欺骗了 你以为 你是一个这样的单一的个体 他曾经从 这样的一个具体的点 时间的点 空间的点 转移过来的 你是从美国到台湾来的 你是从前世到这一辈子的 你是从 福建到 北京的 等等 你所 相信的 从来没有去质疑的 从来没有跳脱出 这个框架的 那就是 我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 在空间里面 流转的 从那里到这里来 所以很多 的宗教徒 他们都会问 我是从哪里来的 实际上 经常在 反观着意识的框架 经常能够 跳脱开 不执着意识 你就会发现到 什么叫过去 那是一个 充满欺骗性的观念 首先 你的所谓的记忆 它是选择性的 某一些小说里面的章回 你特别的爱读 每一次你去重新 回忆起它 去复习起它 你去回肠荡气 特别动人的 爱情故事 武侠的遭遇 你特别的爱 把它再交换起来 而且这个 交换起来之中 你不是单纯的 记起所谓的过去 你是重新的 附着到其中 再成为里面的主角 你是在 那个记忆当中 在贯注 当下 你所有的感情 你的在乎 你的羞愧 你的得意洋洋 你的爱好 佛经 有一个术语 叫做喜探 用白话文解释 就是你是抱着一个 有兴趣的 态势去重新参与了 你对于那些情节 是在乎的 你把这些情节 做了情感上面的连结 然后这些 记忆 实际上 它是片段的 它是片面的 每一次 每一次你的回忆 你并不是客观的把它 叫换出来 而是片段的 隐约的 在给它 片油加粗 所以 一个 不断被你 换食起来 的记忆 它是不断的 在进化 在改变中 它就像是一个 有机体一样 它在扩充 它在重新的 被赋予意义 什么叫做过去 那些 特别经常 在你的注意力里面 呈现出来 它并不一定是以 故事情节的方式 呈现 因为你的记忆 它不是只是 故事情节的记忆 你的记忆还包括了 那种你所没有 觉知到的 熏燃的作用 好比说小的时候 你不断的 练毛笔子 你现在的 写的字体 特别的漂亮 你可能已经不记得了 你小的时候 那个个别的具体的 上毛笔子的过程 但是这个上过毛笔子的 影响力 它仍然是存留在你心中的 它仍然对你是有影响力的 实际上 我们所谓的过去 它是一个高度片段的 也就是说 当前的这个 极度围催 不断在变化的人格心 它对于某一个部分的记忆 特别的感兴趣 特别的跟它相应 实际上 如果 忽然之间 你的潜意识 你的意识之流理念 有一个你好久 没有去理会的记忆 它忽然之间出现 发挥它最大的影响力 你就会呈现出 人格分裂的状态 你会呈现出一个 你自己都不认识 那是谁的状态 遑论你周遭的亲人 他们会不认识你 忽然之间 你的好恶 你所喜爱的 你所不喜欢的 跟你那个平常熟悉的人格 不一样 当你的 所谓的强项 他是有一些 灵散的记忆 在维持着的 这样的一个 人格性 这一个禅修者 他看待着 不管是自己的人格性 或者他人的人格性 他都有一种 这是陌生人 他都抱着一种 这不是我 这真的不是你能够去亲近的 你能够去接近的 你可以跟他套交情 他是一个 目前 这个脆弱的 暂时的人格性 觉得熟悉的东西 但实际上 你的意识里面 所装满的记忆 所装过的影响力 就跟 所有一切众生 所装的 记忆跟影响力一样 无可限量的 多 无可限量的复杂 如果我们真的是 从一个角度 来看待的的话 我们甚至是跟 所有一切众生的记忆 那个体是一样的 只是你当前 你记忆起来的 你正在忙碌的 互动着 那个部分的记忆 是不一样的 所以呈现出了 看起来好像是不同的 意识之流一样的 你的禅修者 他因为了解这一点 所以他对于 那个记忆跑出来的 他不盲目的 胡伦吞早的 把他吞下去 啊 我在这里 这就是我 他不像一般的人 安逸的 无知的 沉浸在意识之流里面 他不断地在觉知着 不断地在觉醒着 不断地在放下着 他对于那些 呈现出来的记忆 他不相信 他不入息 他不去黏着 他不产生出我见 我是从那里来的 他更加不会因为记忆 而感到骄傲 而感到罪恶感 感到优胜 感到自卑 那些都是你当前承出来的包袱 实际上 这个框架呈现出来的东西 不是我 不是我的 你甚至看不到他属于任何人 你只是眼前 有一个被无名所熏染的注意力 他在留恋着 他在入戏着 除了这个之外 无所有 古代的印度的禅修者 他不断地把注意力 导向那个意识的本质 他的结论就是 无所有 他能够从事无边处 超脱 到更高 更自由的境界 那个事无边处以上的无色 就叫做无所有 这无所有 有证件的人 他就是解脱门 他就不是只是一个无色地 同样的 一个禅修者 他不沉浸在这个意识的框架里面 所以他不相信 有一个 我在这里 有一个世界在那里 对禅修者而言 看只是看 听只是听 在那经验里面 如果呈现出来了 有一个我在看 我能看 那是被我所看的 这是被我所影响的 那个小孩子那么解除 是我带大的 是我教育出来 是被我影响的 这个庭园那么的美丽 那是我的灵感 那是我的工作 我的努力 它所呈现出来的 他对这一切 任何沾黏上的 我是 我能 我要 他都坚决 这个是意识的框架 这是一种事实 哪里有什么 在这里的 在那里的 你除了 就是这个之外 还有什么 好一些 在面临死亡的 修行的人 他们在练习着 所谓的 中阴身的救度 可能他们所学习的 法门里面 教导他们 中阴身要从身体的 哪个部分逃脱出去 才能够达到 更理想的结果 所以 在传统的信仰里面 像由藏传里面 流传出来的 像中阴身救度法等等 他们的其中一个观念 就是 如果你的中阴身 能够从头顶逃出来 离开身体 那么你就会到净土 如果从眼睛逃出来 你就会到天界 以此类推 乃至 你若是从腹部出来 你会到恶鬼道 你若是从脚底下出来 你会到地狱道 所以呢 他们的 观想 修行的方法 是不断地要去导引 自己所谓的意识 要从身体的哪个部分 到达哪个部分 从那个部分脱离出来 逃脱出来 实际上 真正了解意识本质的人 就会知道 这个就是意识的框架 这个就是意识完的把戏 那个意识的认知是 我在这里 我是这个具体的东西 我将会到那里去 意识它是一股 已经被无名所熏燃的主意 所以它是不懂得 什么叫做完整的心 所以这个已经被无名 所制约的心 而推动的事 它就会附着于某一个地方 我在这里 我会到那里去 它不晓得的是 所谓的心 它从来就没有去过那里 你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里 你从来就没有到过那里 这个就好像是 一个在看电影的人 他因为入戏的很深 所以他随着那个电影所呈现出来的 那个荧幕所呈现出来的剧情 让自己带到了外星球 以为自己已经旅行到了遥远的国度 他不晓得他从头到尾 他就是坐在戏院里面的椅子上面 从来没有离开过这 他不晓得 这个呈现出这些影像的 荧幕的本身 从来就没有晃动 没有动摇 同理 一个已经入戏的那种注意力 这种意识 它是沉静 它是浸泡在意识的框架里面 所以他深深地相信 我是在这里 我是属于这个区块的 我死掉之后 我要从这里逃到那里去 而阿罗汉解脱者 他没有这样子的认知 他不经验这样的动摇 他知道没有去到哪里 同样的 也没有任何一种力量 会晃动他的心 让他觉得 他必须要趋向哪里 没有任何的力量 能够招引他 能够引诱他 能够逼迫他 能够驱使他 但他说我要到那里去 我很想 我对那里相应 我对这里喜欢 我对那里排斥 我对这里想逃脱 想逃离 因为阿罗汉 他已经不再受用事实 所以他不会再陷落入 那个意识 呈现出来的框架 提供的那个骗局 他安住在 不动摇当中 所以此生已尽 所以他不受后有 如果想要 从意识的框架里面 获得自由的人 他必须要如此的训练 他自己 对于冒出来的记忆 他警觉 他不浸泡 他没有喜探 他不参与 他知道这个诗意是 框架丢出来的把戏 他对于未来的期盼 未来的想象 完全地放弃 没有那种信仰 没有那种迫不及待 没有那种得失 他知道 所谓的未来 是这个意识的框架 丢出来的东西 变出来的把戏 他不沉浸于其中 他不以感情的方式联系 他对于那种活动的方式 不感兴趣 对于那种食物 他不再受用 他对于当前 这个情境 我在这里 世界在那里 我怎么样地经历着 这个世界 我的故事是什么什么 同样的 他警觉 这个是意识的框架 丢出来的把戏 我不沉浸于其中 我不入戏 我不以戏滩的方式 连接他 这样的禅修者 将在不久的时候 能够在心中确知 我的身 已经穷尽 我的泛心一力 我自知 不会有任何的力量 让我去附着于 任何的 一种形态 我所该做的 所有的功课 都已经完成 都已经完毕 都已经完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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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